現在講一下這個Debug Video Capture的部分 那麼我們剛剛講的現在這個 各位用的這個版本呢 現在是1.82的版本 1.82的版本 那商業版就是39.95美金 這是美金喔 這是台幣 所以待會呢 各位主要會需要了解的就是 先知道他預設那個儲存的地方在哪裡 一般正常來講都在我的文件夾 假設你是有用安裝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我的文件夾 還有 用快速鍵要稍微記一下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總是會有一段時間就 要再操作找到那個選單在哪裡對不對 所以有幾個快速鍵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一個原則其實我們只要是屬於錄影的軟體 他們快速鍵真的都差不多 F8 F9 F10 就那幾個 就那幾個你就可以去操作了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再來這個輸出格式應該還好 以各位來講應該 比較不用太擔心 因為預設值應該就夠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要找到這個地方呢 在這裡 因為現在我在錄 你從這個地方進來 有沒有上面有一個 這裡 有一個option 最上面那裡 有一個option 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切換到這邊 幫大家一點 這裡有一個 這個 哈記 這個是快速鍵 快速鍵 哈記這個是快速鍵 預設的話呢 它是只有 我看一下 應該是只有停止 Ctrl加F4 Ctrl加F4 你可以多設兩個 多設兩個 就是 Ctrl加F8 跟Ctrl加F9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概怎麼做 大概怎麼做 那 因為 它預設沒有停止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快速鍵弄進來 比如說 可能 欸 演講者在準備資料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不用錄啊 對不對 你錄下來 反正到時候也用不到 當然你也可以在事後再把它剪掉 我們後面可以做剪接 也可以把它剪掉 這個是OK的 好 這是OK的 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看一下 我這邊我就先稍微停一下 不然這位都沒辦法繼續 但是我